好 那麼賴清德說要佈經濟內閣 現在大家猜了 內閣會怎樣 他說原來的經濟部長沈榮 後來當行政院副議長搭檔鄭文燦呼聲很高 另外說總統府跟民進黨的秘書長 卓榮泰 潘孟安呼聲也很高 另外曾文生 公民心 列為經濟部長的任門人選 然後潘孟安說 只需有了 沒有這種事 賴清德目前也沒有征詢隔魁人選 所有都沒有 另外說賴清德對內閣民在下風口令 因為理論上講現在就要開始早了 你不能現在都不早 早的話可能就問你 你有沒有意願 或是我要請你幹嘛 所以你們如果誰對外面講 就見光死了 民進黨立委說沒有聽說有這種事情 沒有聽說有風口令這樣的事情 另外說有些人520 留不下來的被點名的叫做 許民春 王國才 王美花 唐鳳 另外呢 許民春又有位 我們為什麼要引進印度移工 因為他跟我們的膚色相近 飲食習慣相近 抱歉 說我用語不精確 沒歧視 其實很精確的 這話講得很簡單 他跟我皮膚很像 這其實很精確 跟我吃的東西很像 有嗎 一點都不像 複色也不像 吃的也不像 對啊 不吃牛肉很多人吃素 對啊 他有參與 許民春是不是有色盲 我就懷疑 所以幹不清楚那個顏色 也不太一樣 而且他對印度真的很不了解 另外立委也去罵陶基塞車 其實不只國民黨立委 民進黨立委罵 王國才說 一個月你要提檢討報告 而且包括要懲處誰 相關懲處 後來說不行 一個月太慢了 說兩週內就要出爐 旅客如果有損失 該賠償就賠償 不能要損失 另外因為被人家講 是不是小綠人空降 桃園機場 所以管理出了問題 王國才否認說 不是鄭文燦交辦他的人事 因為很多鄭文燦以前的人 台灣市政府的人 跑到機場公司去 另外 從公告說我要稅修 到真的稅修只有11天 所以說 藍綠立委都受不了 早一點讓人家知道你要稅修 對不對 你怎麼那麼晚才臨時要告訴人家 人家調班次 可能不能來得及 而且更荒唐 他是說我怎麼預期的 我沒預期到班次那麼多 你飛機是怎樣 是要來就來 頒表 頒表 都有頒表 都有通告你的 都講些什麼 我們看一下 總統清班證書要轉付總統蕭美琴 參與提名考試委員 那賴政府的內閣人士蕭美琴 有參與嗎 傳出賴清德對內閣名單 下封口令 若曝光還要究責 我們並沒有聽說 封口令這件事情 但還是有消息指出賴清德很在意 武缺議題 因為這影響了他的得票率 所以跟武缺有關的恐將不留任 部長覺得自己還會留任嗎 聽說缺水缺電呢 會被第一個開閘 肩負水電重任 王美花首當其衝 公民心或是曾文生被點名 可能接棒 另外主管勞工的勞動部長 徐明春也有可能不保 不過他來自新系 那其他 但負責阻隔的還會是呼聲很高的經濟學者 朱敬一嗎 臉書分享讀書文 朱敬一說這一句 很多成功的人不願離開原來的軌道 是因為離開等於承認自己失敗 暴露了自己弱點 讓他很有感 且放在政治領域上 也適合 朱敬一以2016年林權組閣為例 當時可說是利多出境 結果反倒讓社會高期待 政府太自負 2018年民進黨慘敗 而現在民進黨可說是利空出境 大家都認為很難做事 但也許反而做出成績 就是加分 算不算是一種重啟的契機 字字句句也讓聯想是否跟組閣有關 不過本人誤回應 我們想像的聯盟 我們絕對不只是利益結合的 偶爾的某一次合作 曾道民進黨中常會報告 也呼應賴主席主打的民主大聯盟 而這樣的默契 能不能跟賴清德繼續下去 那麼會 我覺得賴清德 當然現在一定是已經開始早了 但是賴清德的個性 真的是比較小心謹慎 所以當然現在如果是曝光之後 真的會見光死 但是我自己評估賴清德 因為現在蔡英文的行政院長 大人哥已經變成大郎哥了 所以他在這一段時間的表現 就是不管委員有沒有講什麼 他都先處於戰備狀況 如果是在野的立委 我有看過他 就是民進黨的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他就相對溫和很多 可能大家比較喜歡問一些 動保溫和的一些問題這樣子 真的 然後但是對於在野 他整個就走起來這樣子 就準備好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為了讓這個 因為他現在就是也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他在選擇行政院長上面 一定會找一個 我認為他覺得可能方方面面 讓大家打不到點的一位院長 初期 因為沒有說要做很久 他可以先讓他做三個月 就先幫他撐過520上來的這段時間 不然的話 我覺得從蔡英文這8年的執政 真的有太多荒腔走板的事情 這段時間我覺得 其實大郎哥真的不用這樣子 劍拔弩張 但我覺得你應該要有機會 把這些沒有做好的部分說清楚 讓下一個 就是賴清德的政府上來之後 好好來做 我簡單講一下這個 淘機的部分就好了 這個淘機出來之後 我看到整個洗版所有的國人 很多的網紅 明星出國 都在K他在機上等多久 等得真的超不耐煩 這事情真的是國際笑話 我簡單講 稅修這件事情 絕對是可以預先安排的 我印象當中 我有一個紅海的朋友 他告訴我 他們如果廠要從A廠搬到B廠 這全部的這個生產線 絕對是完全要先安排好 他不可能讓他斷掉一天 就是沒有辦法進行生產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最糟糕的事情兩個 一個是該做不做 像剛剛講的食安會議 這個是規定好的 如果你沒吹 他不會做 預先準備的事情 他絕對不會做 等已經一塊生安 然後再開始檢討這樣子 對 稅修 什麼叫稅修 就年度的整修 早就知道工廠也都有稅修 都有 你是不是簽11天的公告人家 對 而且我們的跑道 已經夠擁擠了 你現在還是知道 然後你又大力的說 就要讓我們的觀光人來勾 每個人只要到台灣 能夠在飛機上 等了兩個小時 而且是已經上了飛機 你說你在平常候機時也就算了 你還可以走走動動 很多人是在飛機上面 我看到好多人在下面留言 他是在飛機上面以為 已經飛到歐洲了一開 還在中正機上 這個東西就是大家 真的是明遠很多 而且王國才面對這種事情 他想講出他的很多的話 今天在交通委員會 他說講出很多話 真正讓人家匪夷所思 為什麼可以從13名 接到80幾名 他說因為是COVID的關係 然後因為我們很多的店 沒有辦法開 那日本呢 日本不是也是一樣嗎 日本剛開放 去年的時候 剛開放的時候 也很多人抱怨說 你三分之間的人力 都還沒有到期 其實他們很快就補足了 所以別人有很多 彈性跟反應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最大的問題就是 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都認為是 很多外在環境的因素 都不好好來檢討自己 至於說你說陶基 有沒有這些所謂的 鄭文燦的人馬 你把它排上來就知道 從頭到尾 從董事長 以霞 哪一個是有所謂的專業 你不是用考的嗎 你去看看那些高階主管 誰有專業 我只能說到520之前 你真的很好的風向球 你只要看 連像許智傑之後 民進黨的委員 開始抱怨誰誰誰誰了 好不好 已經開始抱怨誰 你就會知道那些人 就是要下台了 如果說你真的 讓沈榮進來當的話 我真的覺得 一個賀阿伯 真的是不必了 放過我們 真的是也放過老阿伯 真的是不必了 來 志志雄 我覺得我們 我還是保持我的風格 我會想到你窩了整個 當然你做不好 你就是 像王國柴坦白講 我要求說 我們桃園機場飛布拉格 這個也的確有做好 也的確有做了 我們現在 我們高雄飛新加坡沖繩 也的確有做了 所以當然就是說 有做的 我們還是要給他鼓勵一下 你說一直廣東門 這樣實在是 我都不得理 當然就這一次的飛機塞爆 的確這次我有一件 我就說你稅修 或者是你什麼時候 你該完成的 所以也趁這個機會 我就跟他說 你看 你明明知道稅修 你明明知道會塞機 你為什麼不挪一些班次 到我們高雄來 我們高雄要求的雜謊 我們要求的雄本 都還沒有 甚至你看美國飛在洛杉磯 一個月三四百班次 高雄以前曾經飛過 現在停飛 如果能夠再飛的話 其實你怎麼樣規劃 所以我今天有要求他們就是說 你明明舉 你加東部做一個 統籌的量能的一個規劃 哪一些班次 有可能我高雄要復飛的 你包括高雄要到印尼等等 這些你做一個統一的規劃 所以我就說有做的 像其實布拉格那個線 那個線是真的不簡單 那個當時大家都認為不可能 那我們也推動成功 加東部這部分也做得還不錯 所以好的 要學會 不好的要檢查 我們保持我們的環境 不是 我現實比較擔心 就是我們這些政務官的程度太差 整體來講真的程度太差 你一個一個點名看看 真的能夠有資格去幹那個政務官的 部長 特別是部長 部次長 真的不多 麻煩就來這邊 如果你這麼高層的政務官 你的層次是不夠 能力是不夠的 見識是不夠的 然後眼界是不夠的 你做出來的決策也好 你做出來的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會讓整個國家受害 對不對 我們常常講說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真的是這樣子 你貪個五角 你貪個幾億 不得了 你怎麼可以貪幾億 這種政策動輒幾十億幾百億 可能就跑掉了 那追究誰 對不對 所以那個更可怕 而且人民真的會非常痛苦 人民會受盡政務官無能